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呢是把这个皮我们要治一下 其实你在家里面有火腔啊小一点都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肉会更加的香 可以去除这个肉的焊腺味 水池里面清洗一下 我替大家问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在家做呢能不能直接在火上烧 也是可以 但是你烧的时候比如你把这个肉这样夹着一面一面的烧 这样最后不要伤你的手啊 这部我们焯一下水 直接冷水下锅 葱段和姜片给它来点这个料酒 为什么不先切正快然后再焯水 这很简单 如果你在家里想自己偷着吃 自己偷着做来吃 你就直接怎么方便怎么来 直接切身的都可以焯水 但是呢形状不是那么好看 如果你要放朋友圈好看一点 让别人惨觉得你做的很牛逼的话 你就让它定型了 再来改造 这样肉好更成型一些 尽量用冷水慢慢去煮 把里面的血水浮沫慢慢给它逼出来 其实你像你用热水下去 它外表温度一高 里面的血水是很难逼出来的 好兄弟们 这个定型之后把它肉捞出来 这时候为了这个好看一点的话 你把这个厚的片一下 这边也把它切一下 这些都不用丢了 这倒是员工山可以吃的 啥家庭啊 连肉都敢丢 没说丢好 不能丢好 还是上上次的方法炸一下 好兄弟们 这 这端了一一桶水的 还是放在上面 巴巴士士的 好兄弟们 这个已经 炸炸了有40分钟了 这时候差不多也平了很多了 切手大家这个条状 尽量切到一样粗细均匀 好兄弟们 这一步来开始我们倒点宽油 把这个肉来给它炸一下 再加薄鱼皮我炸 怎么办啊 那你就扁嘛 其实这个目的就是 把那个更多的油脂给它逼出来而已 多余的水平一定要先搞干 到处都要爆哈 碰碰碰的 很很危险 没人的手上不是什么油眼啊 刀伤啊 烫伤啊 油伤啊 到处都是 你们想做厨师吗 就是很多都是你背后看不到 你觉得大叔在外面好像很很帅一样 又可以炒菜 又可以弄好吃的 每个行业它都叫背后不可告知的秘密 那 什么 我一声烧得滑到哪了 我全身烧得滑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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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油温烧到五层左右 就我开始下这个肉了 就不要烧太高 太高确实很危险 但是你可以不要这样站远一点 我开始下了 不要去动它 没关系的 开车的时候不要去动它 整它定型之后 稍微这样的 今天我来淘一下 简单爱 你先说爱 简单 简单的把它炸一下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你不要把这个肉炸成油渣了 烧出来就不好吃了 兄弟这个就不要洗锅了 刚刚炸过肉的锅 你把油倒干净 下点这个糖 我这个用的是老冰糖 其实糖时大家都会有个误解 总是觉得它是甜的 是因为你炒的没到位 炒的太过来 弄出来它就是苦的 你炒的太轻嘛 它就是甜的 糖就是上色的 现在锅的温度已经很高了 其实你就开了小火 让这个锅的这个余温慢慢去炒 好 要开始出泡泡了 这边就要准备一点水了 加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加温水了 因为凉水的话 还是很危险 温差比较大 我们能一爆起来 我们摇点糖色出来 便于最后的添加 下入肉 好兄弟们 把这个肉放进去 再炒一下 姜片 葱段 干辣椒结合 这个少许的几个花椒 还有这个香料 八角 香叶和桂皮 小茴 一样来 来几片就可以了 整的蒜头 香料就一定几乎炒过 它才会香 放个啤酒 那我在家做 能不能用水 水肯定是 没有啤酒那么好吃的 其实啤酒它就是小麦晾着了 这样做的话 这个菜会更好吃一些 当然你没有啤酒 也可以放水的 做的毛色红烧肉 就不要放姜油了 因为它全程 就靠这个糖色自然的颜色 因为这个肉它一炸 本来就有点这种焦黄焦黄 这下糖色一收 它会更加的看着舒服 我们倒入这个砂锅中 我们盖上盖子 慢为个八十分钟 中途你看一下 这个颜色够不够的话 再加点糖色 因为这个糖色不了 一次性加太多 太多颜色会太深 高一锅肯定也是可以的 高一锅肯定也是可以的 高一锅你就加个25分钟 拿出来一收汁就可以了 高一锅肯定是没有这种沙宝 就是慢慢小火慢慢煒的那种感觉 就像上次我做东坡肉一样 那句话是什么 进荡水吗 是少荡水 就是这种漫威出来的 才最好吃 漫威给你多少钱 我DC给你双倍 好兄弟们 这个八十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来兄弟们给你整一块 炫到你嘴里 从砂锅里面捞出来 好我们把这个剩下的渣过滤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香料叼干净 姜葱的叼出来 你再加吃来就可以一气合成 这些香料都不用单独挑出来 但是我们有做菜来要需要美观 把利肉止水再倒回到锅里 晒干的干姜豆可以买得到 我已经提前飞过水了 我们在这里面就加点干姜豆 好我们现在放入这个红烧肉 让它大火再收下汁 这个不要放其他料 只放盐就够了 搅拌均匀 这要么盖上盖子 再闷个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为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加这个干姜豆 干姜豆可以解这个红烧肉的力 如果只让你吃到肉了 你可能吃个三股头 你就吃不下去了 这个肉就杀好了 把它放到码子里 待会一扣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更好看一些 这个红烧肉谁抵挡得了 我是抵抵不了 好兄弟们 你们都退回一下 我开始装逼了 开始扣肉了 来咯 好兄弟们 这个毛是红烧肉就做好了 大家老实说 我现在有双小把长胖了 其实这都是工商 吃出来的工商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在酒店做菜啊 更多的是给别人吃 给客人吃 但是现在更多这个菜做出来 是我在吃 因为有时候我这个结尾啊 我说不好 总是觉得不完美 所以有时候吃了一次 接着又再吃 所以越吃越胖 搞成现在这样子 但是今天呢 我还是要给大家尝一下味道 说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我试了啊 兄弟们 看见没有 这个肉 这个肉它的胶质味非常浓 黏黏黏黏 一米就烂了 这在你刚刚要吃完的时候 再吃到一点那个瘦肉 哇 这肥的和这个瘦肉综合在一起 真的非常的好吃 再配上这个干干酱豆 而且它还有层次感 就是一种 它加了干辣椒 有一种辣辣的味道 这个毛式红烧肉 和其他的红烧肉 它真的不一样 尤其像我们四川人 更喜欢吃一种油的 微微辣辣的这种感觉 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肉 会有点肥 姐妹们 姐妹们 兄弟们 姐妹们 你们会觉得这个肉 可能会有点肥 但是我跟你说 你来试过之后 绝对有可能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 我是阿伟 请关注我 你雕的妈偶像